哈囉大家好我是Iris 在基因呢很多老師都跟我一樣 擁有很多張高分的徵兆 那因為基因其實他們這個團隊認為呢 我們必須老師自己本身先追求自己的 一個高分的一個目標 然後這樣才可以作為學生的榜樣 尤其是在於我們做完了這些測驗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知道哪些是所謂的重點提型跟弱點提型 那把這些提型抓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提供學生一個最有力 而且最即時的幫助跟分析 那我在基因教學已經大概有七年的時間了 主要著重的科目是大概在於商用英文 閱讀、聽力、繪畫還有自然翻譯等等 我的教學方式是盡量以深入淺出為宗旨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以輕鬆的方式 然後讓學生在自然而然中可以學習怎麼樣活用 我們在課堂上的所學 那我們比較不希望學生以實際的方式來應用這些知識 因為這樣子對於他們可能在活用上面會比較有困難 那我們盡量在上課的時候都希望可以跟學生打成一片 製造一些比較歡樂的氛圍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讓學生enjoy在這個課堂上面呢 不斷可以提升他們對於學習的興趣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持續力 我覺得基因是一個 由一組非常有系統及組織的團隊組合而成的 它的每一個環節甚至人力的配置都讓老師跟學生相當相當的放心 尤其是我們看到比如說教材的編制或是課程的設計 完全都是以老師跟學生為寶向去作為思考的 那這樣的東西因為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思考 所以其實給老師很大的空間來傳遞我們的所知 那同時也給學生很大的空間去選擇適合他們的課程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說到一些在精英完成課程後出國進修的學生的來信 那這些學生不管是出國是進修或者是工作 他們都告訴我們非常非常感謝精英提供給他們的這些幫助 還有老師們的傾囊相守 讓他們在短時間內英文就突飛猛進 所以提供他們的幫助不管是在學業上或是在職場上的 都是相當讓他們感謝在心裡面的 那這些實質的回應呢 都在在地告訴了我們這些精英的學員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精英的原因